虽然被誉為福利國 在溫哥華依舊看得到街友 搭帳篷 夜宿街頭 寒冬已經到來 他們急需溫暖相挺 今晚受到疫情影響 無法如同往年 親自將物資送到 這次與救世軍 以及庇護所合作代為轉發 他們會有的材料 但在社群體中 他們會很愛他們 所有的居住 也許可以增加到200 我想謝謝你們的衣服 和給你們的禮物 我們會保持他們 在這個冬天的溫暖和溫暖 你們可以看到 已經很寒冷了 五個單位九百多人 都能夠拿到這份椰蛋禮物 每一個禮包裝滿了 生活用品和保暖衣物 溫哥華慈濟人 從11月就開始整備 雖然物價高漲 但有求必應 滿足所需 同時也為少年庇護所 烹煮美味的蔬食椰蛋餐 提前歡慶 我們帶來這些美味的晚餐 和這些驚喜的禮物 非常感謝 我們的年輕人 真的需要養餐的餐廳 更眉望了老人院的長者們 每年都期待的中文閱歷 再次把福送到新坎裡 帶來新聞真善美之工 尤德昆 鄧志玲 彭美平 加拿大報導 小林 鄧志玲